大家好 西安也有一座东方著名鞋塔 大秦寺塔 位于青岭山北路 是历史上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 公元七世纪中叶 罗马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 当时称为井教 因唐代罗马为大秦国 所以称该教为大秦井教 称井教寺院为大秦寺 大秦寺始建于唐真关年间 回秦嘉庆年间 唯有大秦寺古塔新存 大秦寺古塔坐南向北 或有秋木山五峰岭为背景 西沟数百亩株林 绿与丛丛 东与楼馆台接壤 依山而见 塔山闭合 浑然一体 明嘉靖三十五年 关中大地震 塔体向西北方向倾斜2.76米 被誉为东方斜塔 该塔 砖结构 平面八角形 7层 高约32米 塔的第一层正面平门 门宽1.38米 每面边长4.3米 第一层塔壁身后 达4米左右 塔身2345层 对开两门 交错爱上 到六七层 则前后垂直开门 塔身也急剧收紧 塔的外延出岩甚短 岩下用 砖至斗骨 捕食无滑 仅在转角部位 出方形一柱 柱头属用蓝鳄一条 此外还有当年施工的 脚鼠架洞眼 内气圆直径为10.86米 四面错落卷门 二层以上有 木楼梯卡通塔顶 特别是该塔类遗存有 锦礁尼素和古代叙利亚外文刻字多处 这些都是研究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 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